假設3倍的Y加D等於4倍的D加X等於6倍的X再加Y 他請你求X比Y比例是多少 那這一個你怎麼求 這一個你怎麼求 那如果他是這樣子的話你可以怎麼假設 你也是讓他等於K 可是等於K比較麻煩 因為等於K等下會有那種不是整數出來 所以我們應該求346的最好公佩數是多少 12嘛 所以我們假設12K 假設他是12K 那12K的話我就知道Y加D等於幾K 4K嘛 除以3是不是得到4K D加X等於幾K 3K 除以4 3K嘛 好 X加Y幾K 6除下去是不是2K 好 那麼我假設我去解除XY力喔 解除XY力 那麼我們怎麼算 先用這裡123加起來 123加起來有幾個X 來告訴我幾個X 兩個X幾個Y 幾個力 兩個嘛都是兩個 所以我把1加2加3 所以出來得到2倍的X 加上2倍的Y 加上2倍的力 就是2倍的X加Y加力 就得到多少K 9K嘛 所以呢 我們知道XX加Y加力 第幾K 2分之9K 我們假設第四式 那如果我們用第四式 去減第四就得到幾K 幾K X加Y加力減到Y加力 就剩下什麼 X 就得到2分之K嘛 第四式減第二式得到Y嘛 Y是幾K 是不是2分之3K 第四式減第三式剩下什麼 來 第四式減第三式剩下什麼 力嘛 也可以加Y加要力 減掉也可以加Y是不是剩下力 2分之9減掉2 等於多少 2分之5K 所以呢 如果我們知道這樣子之後 我們說X比Y比例 得多少 2分之3K 2分之K 比2分之3K 比3 2分之5K 那就得到多少 1比3比5 所以X比Y比例得多少 1比3比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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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